一名30岁陆克来台湾自由行 找了台湾朋友 到恒春这间烧烤店 吃饭喝酒 桌上好几罐啤酒之外 还有这一瓶 蓝白色瓶身 青龙瓷瓶的金门高粱酒 陆克结账时看到账单 钻工到了四杯 店家收费2400元 他顿时火大 他没有标价 之前没有告知价格 第一次是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次是半杯 陆克很生气 认为被骗了 但是店家也有话要说 我都跟他劝顾 他说好 是那个威士忌的杯子 这间奢価店网路评价不错 老板说这瓶酒 是绝版的金门高粱 店内一瓶的售价 就是2400元 记者找到了店家 架上这瓶 和陆克照片上的酒很相似 上面写着 海巡服务专线118 赠品不得转售 应该是当年的纪念酒 容量500毫升 就算杯了给他这样 可是他一杯 他四杯一杯碗之后 大概我那时 当时也是我有点 粗心大意了 我以为是一个路边的小摊 不会说这样 宰客这样离谱的 我也有责任了 投诉陆克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台湾 过去印象很好 这一次才独自来旅行 没想到这是因为消费纠纷 当场还报警处理 但是这是民事纠纷 双方还是得自行协调 陆克最后是付钱了事 不过下一次他肯定要记得 消费之前问清楚价钱 就不会有争议发生 3日新闻张晃铭和陈凤 屏东报导 就不会有争议发生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